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全部业主表决 是否允许这两名医护人员回小区 花音刚落就与业主表示 这两人在医院工作 接触各类病人 会对邻居带来风险 坚决不能让入住 这么奇葩的理由居然得到了业主群的一致同意 在非常民主的票决下 这个小区的业主集体拒绝在前线为他们奋战的一线医护人员回家 而且是回到自己花血汗钱合租的房子里 因为让你出钱付房租 你凭什么不让别人回家 这是民主支持 是自香港闹剧以来最离谱的一次 民主荒诞剧 医护人员有严格的防护措施和消毒措施 绝对不会带病毒回家 否则第一个感染的就是他们自己 而不是邻居 但这件事的关键并不是医护人员是否携带病毒 而是这群业主凭什么禁止医护人员回家 这件事是小区业主用一人一票最民主的方式表决出来的 而且是一致同意 凝压是胜利 代表了小区的绝对民意 但这种做法真的合理吗 因为医护人员在前线奋战可能携带病毒 就禁止他们回家 你对得起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 受苦受乱的医护人员吗 你觉得这是民意 这代表民主 让这些英雄流血又流泪 这是典型的民主暴政 如果中国是纯民主国家 那我现在提一个议案 马云和马化腾总共有4000亿财富 我们把他俩的钱给分了 10亿人来分 每个人可以分400块 这个议案明显是扯淡 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 也不创造任何额外财富 但这样的提议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支持的人会比反对的人要多很多 没有人会拒绝凭空得来的400块 如果再多弄几十个富豪 把每个人分的钱从400提升到4000 那支持的人会更多 只要你同意把那些吸血鬼大富豪的钱没收 我可以白送你4000块 你还不赶紧来投票 这就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 比昏君的暴政还要可怕 更可怕的是 这种类似的提案不仅存在 而且广泛分布 西方很多政治家都是靠喊增加全民福利的口号上台的 谁无脑给民众发钱谁上台 这和上面的议案有什么区别吗 最后福利越发越多 整个国家停滞了 陷入了高福利陷阱 如果在二战时期占德国大部分人口的亚利安人举行全民表决 投票决定是否要处使全国的犹太人 根据当时被引导的民意 结局毫无疑问的是要处使所有的犹太人 德国人全民投票来处使德国管辖境内的所有犹太人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但这么做你觉得合理吗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这就是多数人的民主暴政 专制可能带来暴政 民主同样也会带来暴政 他们各有利弊 到底是专制好还是民主好 这个问题其实争论了几千年 民主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公元前六世纪 古雅典发明了公民大会 废除贵族制 由全土公民投票表决 决定国家事务 妇女 儿童 奴隶等不享有公民权利 所以古雅典的民主制实质上是奴隶主民主制 只有奴隶主才算公民 即便如此 古雅典也体现了民主优越的一面 整个雅典充满了思辨性 解放思想后 各种观点激烈碰撞 诞生了大量的知识和文化 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资源 优点有但缺点也有 而且很明显 多数拥有投票权的公民 政治素养几乎为零 也没有受过相关的政治培训 和从小训练的王子相比 政治能力差得太远 这直接导致在雅典雄变家横行 这些雄变家利用各种短期利益和增加难辨的消息 又使公民大会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频繁出现多数人的暴政 鼎鼎大名的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 是欧洲古文化中的绝对泰斗 这样的国之瑰宝被公民大会以腐化青年的罪名 全民表决给猝死了 柏拉图成言 雅典人杀死了他们之中最高贵的那个人 在著名的伯罗尼萨战争中 雅典最高军事指挥官伯利克里采用兼臂亲野 避其锋芒的战略抵抗斯巴达勇士 但伯利克里的政敌雄面加克里昂以窃战未战的名义 煽动公民大会通过全民公爵逮捕伯利克里撤销其职务 数战数决多好玩 伯利克里这么搞 太浪费军费了 这点钱省下来给大家减免税收多好 最后雅典先后被斯巴达和马其顿击败 全国沦陷成为了马其顿帝国的属地 所有人都成了奴隶 专制的马其顿帝国和斯巴达都先后击败了民主制的雅典 富而不强 华而不思的雅典民主制度迅速被欧洲所抛弃 在未来的2000多年里 民主制绝迹 整个欧洲都推行皇权专制 一直到帝池世界大战 其决胜战役依然被人称之为皇帝战役 因为当时的欧洲列强绝大部分都是皇帝制 一战后德皇退位 俄皇被推翻 民主浪潮席卷欧洲 帝制才算彻底终结 中国1911年推翻帝制 俄国和德国直到1917年1918年才推翻帝制 所以帝制并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 清朝皇帝的傲慢和无知才是 柏拉图说 民主是其实坏的制度 意思就是民主绝对不会是最坏的制度 但他永远只会比最坏的制度好一点 所以是其实坏 民主只能保证自己不会是最坏的制度 但代价是自己永远无法成为最好的制度 而专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遇到明君他是最好的制度 遇到昏君他是最坏的制度 专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民主也不是 为了防止多数人暴政 现代的民主制在雅典古民主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利尔的论自由和孟德斯鳩的论法的精神 给了民主制以及大的限制 改良过的民主制明确规定 多数人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各种权利 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民主 只能算一个受限版的民主制 这种规定的确避免了多数人暴政的发生 但同时也导致民主制成为大资本家的圣地 前1%的人巧妙利用这个少数人的自由 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选票 事实上 统治这个社会聚集了天亮财富 是西方民主制的顽疾 西方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制 富豪在事实上享受大量特权 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缓和的社会矛盾也保护了他们的财产和安全 纵观世界 所有发达国家全部是民主制国家 但纵观所有的发达国家 他们成为发达国家都是在非民主制时期 西方的民主制历史至今不过百年 而他们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是世界强国 截至目前为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凭民主制上升为发达国家 被强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都过得很惨 没有例外 其实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只有你成为了发达国家 你才有资格过民主制 而不是你成了民主制国家 就有资格过发达国家的生活 民主制的本质是牺牲效率和发展 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主和专制到底哪个好 清暴的中国争辩了几十年 也没争出个结果 因为理论上大家都有问题 都不完美 到最后这场争论就是在战场上结束的 用拳头说话 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新中国最终获胜 中国目前的制度既不是纯粹的地位专制 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民主 民主集中制这个称呼其实很准确 不管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 我们都创造了世界奇迹 既然理论上争不出个高低 那用成绩说话 纯粹的民主和专制都不适合中国 全民投票不允许医务人员回小区这样的民主闹局 真的是一个活脱脱的社会实验 其实戳破了很多谎言 可惜的是香港的某些人还不懂这个道理